《踏橋策略示範》 在這段短片中 我們嘗試利用《踏橋策略》四部曲 組織推論過程 回應就以上資料指出及解釋 導致香港青少年手機成癮的原因 這題目 就著這題目 假設同學已經想好一個要點 以及寫下主題句和引用題目提供的資料 我們現在示範如何運用《踏橋策略》四部曲 來幫我們延伸解說 將要點解釋得更清楚 圓滿 首先,根據題目、主題句和引用的資料 我要思考解說的內容 以及要先定推論的起點和終點 就這題目 我認為起點是憑背壓力 而終點就是手機成癮 我可以用箭咀表示導致的意思 來到步驟二 我會運用自我提問技巧 想想推論的內容 以及寫下重點 推論的時候 我要緊構哪些關鍵詞呢 我想關鍵詞可能包括起點的憑背壓力 終點的手機成癮 以及題目關鍵詞的青少年 關鍵詞憑背壓力令我想到些甚麼呢 我想到它的定義和朋友的認同有關 令我想到青少年 令我想到這兩個關鍵詞 又想到這兩個關鍵詞 又想到些甚麼呢 這些字眼是口語 讓我先將它們轉成書面語 然後寫下這兩個重點 題目關鍵詞 青少年又令我想到些甚麼呢 它的定義和相關的現象 令我想到青少年敬意受朋友影響 和一起吃飯 讓我又寫下這兩個重點 憑背壓力可以怎樣連到手機成癮呢 手機成癮即是經常會檢查電話 我想我可以用朋友堆 將憑背壓力和手機成癮連起來 我將經常查看手機 我將經常查看手機 又將朋友堆 寫成融入社交圈子 這兩個重點 寫下重點之後 我就要想一下 怎樣將這些重點組織和連在一起 然後去到步驟3 我要組織和連繫寫下的重點 我可以將朋友的認同 分享生活點滴 融入社交圈子 這幾個意思接近的重點 放在一起 解釋青少年經常查看手機的原因 再用箭咀 將它們連在一起 排成這樣 令解說合理和意思完整 我想不到一起吃飯 和手機成癮有關 那我就先將它放在一邊 暫時不理它 另外 青少年容易受朋友影響 可能和推論有關係 但它不能夠和其他部分連在一起 我試一下用它來建立另一條推論的路線 用數字1、2 標示這兩條不同的路線 按照第二條路線 青少年容易受朋友影響這個重點之後 我可以怎樣繼續推論呢? 我想我可以現在用手機作即時通訊 將青少年容易受朋友影響 連到它經常查看手機 那就可以連到它終點手機成癮了 最後來到步驟4 我會運用自我提問 去檢視整個推論過程 第一 推論的各個部分 是不是合理地去描述普遍情況呢? 都算合理和完整的 第二 推論合不合邏輯呢? 這些推論是合乎邏輯的 第三 讀者容易理解呢? 讀者應該容易理解的 第四 我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呢? 我覺得可以加美食、旅行相 作為分享生活點滴的例子 另外我可以補充用手機作即時通訊的功能 包括收發訊息和進行視像對話 運用搭橋策略四部曲之後 我完成了以下的推論內容 完成推論之後 同學寫延伸解說的時候要注意 第二 用書面語表達 選用合適的標示語或連接字詞 將重點連繫起來 令文句簡潔通訊和合乎邏輯 運用意思相近或更精確的字詞去表達 避免重複使用相同的字詞 例如道致這兩個字的意思 有時候可以用以致、引致、所以 或者是造成去表達 同學寫好主題句 和引用合適的資料之後 按照第一條推論的路線寫延伸解說 還加了由此可見 將延伸解說和之前的文字連接起來 在貧貝壓力下 青少年會了得到朋友的認同 時常用手機分享生活點滴 例如分享美食相和旅行相 去融入社交圈子 所以經常查看手機 導致手機成癮 然後這位同學用標示語 另一方面 標示第二條推論的路線 寫成 青少年容易受朋友影響 他們會跟從身邊的朋友 使用手機作即時通訊 包括收發訊息和進行視像對話 以至經常查看手機 導致手機成癮 看完以上示範後 相信你們已經初步掌握 如何運用答橋策略四部曲 各位同學以後回答題目或作文時 都可以嘗試運用答橋策略 去組織推論過程 然後寫延伸解說這部份